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三下雨的机会20% 但是进入到weekend和圣诞节的时候 下雨的机会将会明显的增加到80% 这是因为来自太平洋的一个低气团 从美国的西岸现在开始向中南部移动所造成 全天的气温今天是在华氏50-70度 所以也就是表示圣诞节到的时候将是会下大雨的情形出现 若是朋友们在圣诞节前到圣诞节的前后 要做户外活动的话可能要开始考虑转型了 好的 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新闻 昨天在收视顿的西南区于哈尔文和方准的地方 发生了一个因为逃避警察追逐 而造成和旁边的车子相撞的一个严重车祸 不过好在没有人严重的受伤 那么这一个追逐的起源是在Pasadena的 Spencer Highway 两名抢匪抢走了这一个WS Store价值7000多块的鞋子 那么并不知道鞋子里面呢 大概是高档价位的鞋子 鞋子里面有追踪器 因此让警察完全知道当时抢匪的所在地 就跟踪 而后来由休斯顿警察接管 最后两名嫌犯都被逮捕 并且是以这个重罪和逃离警察罪起诉 另外居住在Cady的一户民房中的屋主十分的忧心 因为昨天她的女儿 teenage的女儿 必须趴在地板上来逃避 榴弹在家里面通过的情形 以保全性命 她说当时她的女儿必须趴在地板上 爬出房子外面来躲避突然袭击家中的子弹 而这个情形已经发生在Cady的这个内部 不止一次了 那么警方表示 由于这个内部旁边就是一大块空地 许多人想在那边放枪 但是这些枪的子弹呢 常常就会意外地穿入到民宅当中 因此是十分的危险 那么警方也希望民众能够提供资料 到底是哪一些人喜欢在住宅区旁边射枪 好 再来看一下昨天于 这是叫做Cypress Lake High School的对面 一名17岁的男子坐在椅子上等他的女朋友从高中下课的时候 结果被人开枪打死 而枪手最后匆忙地徒步逃跑逃离了现场 根据摄像头显示 枪手和这个犯罪团体呢 是属于黑人年轻的男子 警方现在还没有公布其他的线索 如果民众看到了这个摄像录影的话 欢迎和警方联络 好 再来HISD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发现 在HISD的所谓是无家可归的学生们 高达了6300人 这是占总学生人数的3.28% 那么现在发现这个无家可归的学生人数有明显的上涨 于是13台的记者就和HISD专门 有一个叫做Homeless Student Liaison的部门联络 他们表示其实呢 这些数据虽然看起来吓人 但是并不表示这些学生们是居住在街头当流浪汉 而只是他们由于家境的关系 无法有自己的家庭 并且他们需要和其他的亲戚同住 能够有一个可以说是屈身之所 也就表示并不是表示这些学生呢 都在shelter或是街道上 而HISD的发言人表示呢 这也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也就是表示由于他们现在的统计方式 可以明显看到学生 即使在家庭经济环境窘境之下呢 还能够持续上学 继继续接受教育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好 另外美国的人权律师协会ACLU 他在昨天对德州第四号法案 然后州长Greg Abbott签署成为法令的 这个法案呢提出了告诉 因为州长说 从现在开始德州的刑警执法单位 都可以逮捕 或是拘留非法移民 因此ACLU现在提出了民事的这个告诉 当然Greg Abbott的这一个指令 虽然是给予了执法单位 执行这一项指令的权柄 但是并不表示 德州州政府给了这些执法单位 任何多的资金 或是硬性规定 他们必须如此做 也就是表示 完全是看执法单位各自决定 而现在可能法律的执法单位 都觉得坏人都抓不完 哪来心思去抓 非法移民呢 很可能也这个法案 也不过就是一个表面的一个样式 就是希望能够再度的遏止 非法移民不停大量超饱和的 涌入德州的边境 好最后我们来关心下这则新闻 这名叫做Cody Ryan Otwell的男子 不停的违背他接受保释的条件 但是呢 却是屡屡被174的Criminal Justice Corps的法官 他叫Hazel Jones给予他保释的机会 目前在一年之内 他已经违反了9次这个Bond Condition 但是还居然得到9次的保释机会 这个新闻是由Fox26台揭露出来的 那么即使在法律系统中的辩护律师 也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看到的情形 不知道为什么这名男子 可以多次的违反他保释的条件 还多次的得到重新保释 那么当时他被控诉呢 是他性侵并且违反当时和女友分手的 这些条件 那么即使法律给予了这一个保释的条件 是他不容许再去找女友 但是这名男子呢 不停地捋饭 而也不停地接到保释的这个判决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每周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